说你们俩作业写完了吗 我还剩几题 你怎么还 怎么还剩几题啊 抓紧时间去写 你呢 你作业写完了吗 我写完了 那你考试考了多少分 你想打我就直说 能不能找个别的借口 给你妈吵架了 我就想拿你出出气 行 来 等20年以后 我和我老婆吵架 我也拿你出气 好长时间呢 我也没有检查你们的学习情况了 今天呢 你妈也打电话来问了 今天我就考考你们 如果说答不上来的 今天这个就是你们的后果 河泳斯 我问你一加一等一几 等于二 嗯 打得不错 河泳清 什么是三高五长 答不上来了吧 河泳斯给我打 三高是指 君为臣刚 父为子刚 父为七刚 五长是指 仁 义 理 智 性 那我问你 什么是父为子刚 父为子刚是指 要对父母孝敬 对父母 对父母服从 对父母服从 即使父母有错 也不能牵动于父母 有人 那你知道啊 那你平时还跟我讲嘴 啊 河泳斯给我打 等一下 我算是看明白了 你们今天就是红梅燕吧 什么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 三高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什么解释啊 父母死则子奔他乡 子不证则大义灭清 你作为一个父亲 你做到了吗 我 父为七刚 父母证 妻则改嫁 妻不嫌 妻则修止 你作为一个丈夫 你做到了吗 我 今年的事 就当没发生 我也不跟我妈回报了 但是 以后类似这种情况 不要发生在我的身上 听到没有 听到了 大点声 听到了 任何事都参加了 啊